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没有写不可以的嘛 所以到底是写了不可以我才不做 或者没有写我就可以做 可以 不可以 可以 不可以 你才去做的话 你是自居的奴仆 但当这些律法在条文不清楚 这个条文没有显得很清楚的时候 你应当不应当做呢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有一个地方哪边写不可转弯 不可U转 那你就不敢U转了 如果哪边没有牌呢 两种解释 因为没有写嘛 没有写说可以U转嘛 所以我就不敢U转 另外一个人说 因为没有写不可以U转嘛 我就U转嘛 那么警察来说 为什么你U转 因为你那边没有写不可以吗 凡是没有说不可以的你就做吧 或者是凡是说不可以的你就不做吧 哪一种律法才是对的 圣经有没有说不可以读博 感谢主忘记写 圣经有没有说不可自杀 感谢上帝又忘记写 圣经有没有说不可以吃布 没有写啊 圣经有没有说不可以抽烟 圣经有没有说不可以吃玛丽湾 圣经有没有说不可以吸大麻 那就等于可以了吗 所以当法律到了阴暗面 黑白不清楚的灰色地带的时候 你怎么处理事情 这是很大的问题 其实媒体都可以让你们分小组来讨论 讨论以后做一个讨论的结果 登出来 所以圣经给我们有三条很重要的原则 来处理黑白不清楚的灰色地带伦理的问题 第一 无论做什么 是要为荣耀上帝 第二 无论做什么 是为了造就别人 第三 无论做什么 不让罪控制我们 这样你不必问可以不可以 可以不可以 哪一件 在哪一件先知 在哪一本使徒的书里面 不必问 你问你自己这样拥药上帝吗 这样造就别人吗 这样把我自己灵性捆绑在最后里面吗 如果不用神 不依人 不造就人 而捆绑自己 你就不必问 不必做 如果上帝说你要爱人如己 这个爱人如己是一个明文的命令 那你要去遵守 因为已经想了 没有讲的 另外讨论 已经讲的 一定要去遵循 你要爱人如己